要不要 出来玩 你在哪儿 你怎么回来了 你们去贵地方也在附近啊 差不多吧 他们要去唱歌 我没兴趣 那我们去哪儿啊 看电影 这部 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跟这女主过不去 我的贵圈不太了解 那这个哪儿 嗯 这个电影挺不错的 但是我跟你说啊 这个男主 刚跟他女朋友分手 他女朋友是我好闺蜜 电影再好看 我也不能背叛闺蜜啊 你选吧 有一个动画片 好像是重映的 是有过道的位置 指纹来一下 我像这边一样 有一个动画一样 你能自行为爱吗 好 还有十五分钟 嗯 我们分开走 有个团案 就会跟着我们 我们就会跟着 快点快点 一局先进去 好像一局就数两张啊 你怎么进来 取标后 我跟你说 我订阅一下 我认识 可以 我认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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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你怎么会被人拿走了 看个电影 简直像在眼蝶站片 不好意思 这里有人吗 我在桌上 捡了张电影票 没有 我怎么会被人拿走了 我怎么会被人拿走了 看个电影 可以 不订阅 这一刻 我是 不订阅 你 跟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时候 我忍不住想 我们家要是没错那件事就好了 我看看算不算被撩了 居然没撩回去 简直丢进了大娱乐圈的脸 应该是我的错局 胡说 音乐对我们家就是祸害 我绝不允许你碰音乐 小哥 你要听奶奶的话 不许再碰音乐 你们就替我谈一次 这事没有商量 你就不怕业后和她一样 没人记得伺候照片 也上不了家里的灵台了 我才不在乎呢 那个破妆的有什么好 你 不 光芒 那首天的志愿 父母不同意 我打算放弃星辰大汗了 怎么这么巧 好 玉兔看这个心情会不会不好 我爱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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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送你回去 我忽然想起一句话 很适合你 什么 可是你已经是看过最多星星的一只兔子了 玉兔号的微波 这件都被你带晕了 你凭什么说自己一事无常啊 就算你现在要放弃以前的事业从头再来 但是之前做过的事就在那里啊 虽然不知道你具体做了什么 但是一定很有价值 所以就算你以后不做这份工作了 也不用否定以前吧 起码为了理想争取奋斗过 比从没尝试过就妥协 我觉得 这起码不是错误 加油啊 通神 嗯 来 谢谢 你该睡了 他 Tian